欢迎来到现代教育哈纳老师的韩语小课堂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除了之前的这些韩语中的原音、辅音 来学习另外一个部分,收音的部分 今天呢我们来讲收音中的单收音 那学习发音之前呢我们得知道哎呀这个收音是什么呢 之前我们学习到韩文以音节为单位书写 在韩语中呢原音可以作为单独的一个音节 然后辅音和原音相拼也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一个音节 但是呢除了之前我们所学到的这么多种结构以外 在它的基础上再添加一个辅音也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音节 那么最后接上去的这个辅音呢 叫做这个字的收音 这个辅音呢写在我们之前学到的那些字的底部下面 如果一个字没有收音的音节 叫做开音节 你想一下底下没字 它是一个通的 非常通畅的 打开的道路 所以呢是开音节 有收音的音呢叫做避音节 也就是把这个路给它堵上了 避上了 所以叫做避音节 那我们来看一下音节的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我们最早开始学到的 单独的一个原因成为的一个单独的一个音节 旁边这个圈呢只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 为了不让单独的这个原因成为一个音节的时候 那么的孤单 第二个我们学到的辅音和原音 比如说之前我们学到那么多字 这些字底下都是一个通的 所以呢它叫做开音节的字 下面的一个结构 原音加收音 也就是在之前我们最早学到的 这些阿 欧 欧 欧 这么多字底下 接一个我们马上要学习到的收音 还有就是我们以前学到的 辅音跟原音搭配起来的字之后 再在底下接一个我们要学习到的收音 所以呢前两种是开音节 底下没字 后两种是避音节 底下有字的时候 收音呢其实就是添接在音节最后的一个辅音 并且呢这个收音跟我们以前学到的这个辅音 长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长得一模一样之后 哎呀那同学就想 那把这些字是不是都可以 这些辅音呢是不是都可以放在我们之前学到的那么多字的结构之下 在我们学习到的19个辅音字母之中呢 除了的这三个辅音不能做收音之外 其余的16个全部都可以写在底下作为收音去出现 我们这16个辅音字母往底下一写可以形成27个收音 其中呢如果底下是一个辅音字母的叫做单收音 比如说我们展示的这个字单收音的一个字 如果呢它底下是由两个辅音字母组成的收音呢 叫做双收音 也就是第二个字底下有两个辅音 这些辅音呢作为收音出现的时候 其实它的一个发音跟之前我们学到的那么多辅音发音 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样 哎呀19个辅音21个原音终于学完了 这还得再学27个收音吗 不是的 作为收音的时候 其实呢只有7种发音 也就是我们所称之为的代表音 不管它底下这个字变来变去 底下的这些代表音呢 其实只有这么多 是之前我们学到的 还有本来作为单读辅音的时候 跟原音搭配不发音的这个圈 但是做辅音的时候 它有一个小小的变化 那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收音怎么去发呢 收音在发的时候 统一的要领是这个样子的 在之前我们学到的上面的左右结构 或者上下结构的这些字 拼读完成之后 立马将你的嘴型 也就是你上面这个阿 刚一发出来 你就得将你的嘴型 放到底下的这个收音的位置上去 但是呢 这个收音不发出声音 也就是只卡它的位置 不发声音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代表音 歌 本来咱们发歌的时候 嗓子是不是卡了一下 如果把它作为收音呢 我们上面比如说读的是 阿 最简单的阿 我阿刚一发出来 我现在 哎呀我要去找歌的这个位置 本来这个歌 我得发成阿歌 阿歌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歌 我不能发出声音 那么我就卡在发歌的时候 嗓子的这个位置 所以快速地卡到歌的这个位置 最后形成掉的音就是 阿 阿 阿 那我们想一下 为什么歌会作为代表音去出现呢 当后边的这些收音为 我们学到了这三个的时候 那你想 这三个音放在底下的时候 都不发出声音呢 并且这三个音发声的时候 我们当时在学习这三个音的时候 发声位置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当这三个辅音 作为收音出现的时候 前面呢 其实卡到的音 都是代表音 嗓子稍微卡了一下 我们再来整理一下 收音跟辅音的区别 辅音的时候 这个歌 我们要发出声音呢 但是作为收音的时候 你只需要做它的口形 气流没办法冲出去 没有办法发出声音呢 那 呜跟呜 一样的 本来这两个音 就是一样的一个嘴型 那作为收音的时候 所以呢 也是一模一样的 上边我们刚发完 啊 立马将我的嘴巴 去找呜的这个位置 哎呀 嘴巴一臂 不发出声音 马上就出来了 啊 啊 啊 那我们来练习一下 这几个发音 啊 这几个发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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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 啊 赫 赫 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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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 업 섭 갑 깁 책 착 밥 법 액 핵 앞 업 맙 법 我们来看一下收音的这些单词 입 입 입 嘴 아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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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器 추 밥 추 밥 추 밥 시 샤 수 밥 수 밥 수 밥 西瓜 지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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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包 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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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擦拌 擦拭 擦拭 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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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房 今天我们学习到的是 发音中收音片的 第一个部分 咯咯咯的一个收音 回去根据我们的一个录音 还有之前练习到的单词 一定要多去体会 收音在发音的过程中 所要达到的一个位置 Kamza Amida 拜拜